提起此前电视剧《生活喜事录》中与胡歌上演姐弟恋,严妮打趣自己那段时间被网友称为大妈,她之所以愿意接下这个角色,是因为在生活中她也经历了这样一段年龄相差较大的情感,严妮还自曝当时的男朋友, 跟胡歌是同班同学,虽然对方年龄比自己小,但她从内心很崇拜她,到现在也依然心怀感激,据了解,严妮这个前男友叫王伟,两人年龄相差9岁,2007年拍摄《回家时相识》之后成为一对秘密情人,据悉,王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签约演员, 曾出演过中心的重头剧木茶花女,饰演男主角阿芒,出演了不少影视剧,包括《爱情面包》,《打死不说我爱你》,《宜门姐》等,王伟有很高的音乐天赋,擅长钢琴,吉他,架子鼓等多种乐器,还酷爱唱歌,曾北飘自组乐队, 所以她看起来总有一种玩地下音乐的颓废感,这段姐弟恋,维持了颇长时间,2014年严妮首次暗示与王伟分手,算一下二人至少恋爱了六七年,在那之后,严妮就没再传出过新恋情,自从恢复单身之后,她下定决心减肥,这几年变得越来越美,身材也是越来越好,祝福同掌柜早日找到真爱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